第331章 何谓神威 如月如海 前往云都的途中 到处都是神情激昂激愤的人们 涌上街道 打砸抢掠 元朔通天阁主 卑劣无耻 火同魔神 偷袭杀害了剑阁圣人 元朔通天阁主为了掩盖他的罪行 屠杀这次登陆萤霍的剑阁世子 几乎无人生还 天听神帝托梦 告诉我 结灰病就是元朔传到西土的 没有人比神帝更懂结灰病 元朔人隐瞒疫情 不公开不透明 把结灰病传到西土 造成结灰病在西土肆虐 必须割地 必须赔款 必须赔偿我们每一个人的损失 我们的穷人都是元朔造成的 向元朔开战 向元朔开战 苏云看到他们涌上街头 打砸元朔人的店铺 殴打远渡重阳 来到一国谋生的元朔人 这一切如此光怪陆离 西土如同充斥魔器的世界 人们被魔性所操控 陷入狂热 苏云看到有痴魅王两行走在人群中 散播仇恨 让人性变得更加扭曲 等到他来到天阶下 邢江墓已经带着盘阳年等候多时 他利用天道令通知叶洛公子等人 叶洛等人此时也无法离开剑阁 通知邢江墓 剑阁内部也到处都是仇视元朔人的世子 好在叶洛有钱 买通了一个世子 让他去通知邢江墓 邢江墓取来大秦人的衣裳 事宜苏云换上 低声道 大人怎么敢回云都 你现在十恶不赦 杀了月阁主不说 还杀了一众剑阁世子 散播结灰病 甚至西土各国 要把盘阳之乱 归罪到你的头上了 说你被盘阳化作少女诱惑 造成了盘阳之乱 苏云错愕 失笑道 我散播结灰病 我造成盘阳之乱 难道我跑到二百年前发案 现在西土各国都是失了志 迫切想找到一个敌人 让民众发泄怒气 邵氏大人 现在去云都 就是死路一条 使接管四周 都是要杀你的人们 我好不容易才昏出来 邢将墓飞速道 大秦的圣皇 已经在准备对外用兵了 我看要不了多久 便会对袁硕宣战 大人真要去云都 他低声道 去云都 就是送死啊 无论大人去还是不去 大秦都会对袁硕开战 何必去送命 苏云没有换上大秦人的衣裳 微笑道 启程吧 邢将墓不解 苏云淡淡道 我乃袁硕使节 身在海外 背负国家之名 不容袁硕受辱 也不容袁硕背负骂名 岂有穿外国衣裳壁护的道理 可是大人 姜墓兄不必再说 既然是都外斯少使 那就是袁硕的脸面 打出我袁硕都外斯的名头 竖起袁硕的大旗 我倒看看 谁敢来杀我 行姜墓在盘阳碾上 插上袁硕的大旗 挂出都外斯少使苏的名号 苏云坐在盘阳碾中 窥然不动 盘阳碾后方的天空中 一个个洞天旋转着出现 72洞天 挂满苏云身后的天空 而洞天下 便是庞大的黎渊 深不可测 盘阳年走入天街 这条街道是大秦最繁华之地 一条长街直通云都 是由楼班所建造 模仿的是天室 此刻 街道上到处都是激愤激昂的人们 苏云的盘阳年很是张扬 走在这条街道上 袁硕的旗帜和苏云的名号 很快吸引来注意 杀了袁硕使节 人群涌来 杀气腾腾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头盘阳身披铠甲 手持斧刃 不知从哪里杀出 对着人们大开杀箭 那头魔化的盘阳 双眸如同火槽 火槽里是熊熊燃烧的结火 口鼻中冒出滚滚浓烟 一腹劈杀十多人 猛地张开大口怒吼 众人顿时被腥臭狂风吹得立脚不稳 突然 四周又有一头头盘阳杀出 想人们痛下杀手 一时间 苏云的盘阳年锁过之处 到处都是残肢断壁 那些魔化的盘阳 不但杀人 还会吃人 那些试图杀了苏云的人们 只不过是凭借一腔热血而已 哪里见过这样的惨状 顿时哭喊连天 四散奔逃 行将目见状 心头一跳 大人 你看 没事 苏云淡然道 我在二百年前 发动了盘阳之乱 所过之处有魔化盘阳 不是理所当然吗 行将目心中大吉 道 盘阳作乱 会惊动云都的成卫大军 恐怕到不了云都 我们便会死在成卫的手中 苏云不以为意 悠然道 倘若我这个大魔神 能死得这么简单 便不会有三十年的盘阳之乱了 死的人还不够多 继续前进 行将目硬着头皮 驾驭盘阳碾 继续沿着天阶 向云都进发 成卫军已经被惊动 向这边杀来 这些成卫军每一个都是灵士 修为低的 也是原动境界 更不乏有黎渊 天向境界的大高手 然而 这一战的凶险 却超过了每个人的预料 天阶极为繁华 到处都是盘阳年 这些巨大的盘阳 在这乘客前行 突然变魔化 人立起来 向成卫军攻去 盘阳巨兽力大无穷 魔化之后 更是汗不畏死 没有任何痛感 杀得天阶血流成河 成卫军也被打得节节败退 而在厮杀的盘阳和成卫军之间 苏云所在一辆盘阳年 仿佛众多魔化的盘阳的首领 被无数魔化盘阳守护 不断前进 扫平一切阻碍 毕得成卫军一退再退 即将退入云都城 为了破污名给袁硕 给少使大人 大秦要死多少人 行将目击是恐惧又是茫然 心中还有点兴奋 这场面 简直是一人灭一国 着实威风 但他心中也知道 这是幕后黑手 准备坐实苏云的污名 将盘阳之乱 彻底栽赃到他的头上 如此一来 再杀苏云 谁还能反对 少使怎么破这个局 他刚刚想到这里 云都城中 不知多少只盘阳魔化 从后方向成卫军杀来 一时间 成卫军前后受敌 死伤惨重 再也维持不住战线 全面溃败 行将目悍然 难道我们就这样 推平了云都 幕后黑手 真的有如此大方 不惜葬送云都 也要栽赃嫁祸 少使大人 这云都也是极为繁华之地 楼宇百丈 云桥穿梭 此刻街道上 云桥上 到处都是魔化的盘阳 四处大开杀箭 行将目驾驶着盘阳碾行 走在云都中 有成为汉不为死 向他们杀来 然而在途中 便被无数盘阳截杀 即便是天象境界的存在 奋尽全力 也未能接近 他们所在的盘阳面 威风 着实威风 可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都是幕后黑手的操控 他们的目的 只是要让少使大人背黑锅 给他们一个攻打元朔 瓜分元朔的理由 终于 前方的魔化盘阳大军 遇到了阻力 守护大秦皇城的高手 其初 奋力厮杀 挡住了继续往前推的盘阳 双方厮杀惨烈 大人 邢将墓紧张地 看着前方的战场 大声道 争胜境界的存在出手了 继续前行 去皇城 苏云淡末道 邢将墓额头冒出冷汗 扬起鞭子 盘阳脸继续前进 镇守云都皇城的争胜强者 向盘阳脸杀去 他们的神通 绝非普通的盘阳可比 轻易间便可以杀到盘阳脸前 将苏云碎尸万段 然而这些人杀到半途 便突然各自哇哇吐血 如遭重击 向后方飞去 一个个重伤倒地 行将墓先是亥然 后来看出味道 心道 这些争胜强者 装的真相 盘阳脸终于来到皇城前 皇城前多出了一个石头房子 白阳推开房门 仰头道 袁硕阁主 人家针对你 布置了死局 放弃阁主之位 到藏书界中来 我送你回袁硕吧 苏云摇头 白阳叹了口气 关上藏书界的门户 石头房子消失 盘阳脸向皇城驶去 这时 皇城的城楼上 武圣将祖石 缓缓走出 顿时四周一片高呼 武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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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师御道员缓缓走出 无论将士还是民众 又开始高呼国师 仿佛这两人的到来 给了他们以希望 武圣将祖石 和国师御道员的身后 太岁 羽翼 玉蕾 尾蛇 庚父 方梁等近二十尊神魔 神光滔滔 异象不绝 天空中 又有天庭漂浮 天门矗立 诸神力在天庭各宫之间 杀气腾腾 似乎随时可能杀下 降妖除魔 而在天庭的后方 皇城的最高处 太上圣皇罗鱼 竟背负双手 站在那里 面带微笑 旁边 巫童红衣如血 迎风飘扬 红衣笼罩越来越广 苏云站在盘阳脸上 仰头打量 诸多圣人与神魔 太岁突然哈哈笑道 魔头 饶是你作恶多端 知道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吗 我们为了对付你 请教高人 已经有了十足的手段 十足的手段 苏云淡然道 太岁元老指的是 封印符文吗 忘记告诉你们了 符文之墙已经不存在了 你们即便有封印符文 也全无半点作用 太岁呆了呆 苏云攻身道 诸位老哥哥 我答应了你们 寻回记忆释放你们 请 他虽然在攻身 但影子却被拉得无比粗长 突然 他的影子扭曲 如同长了无数个头 无数条手臂 无数条尾巴 狂暴的神威磨威 刹那间从苏云的体内爆发开来 一股脑将皇城中 诸神魔诸圣的气势压垮 将天庭的浩荡 神威冲散 吼 饕铁率先跳江出来 仰角竖起 张开大口四处大吼 随即 群魔涌出 桃雾 穷奇 争 宁 肥夷 向柳 鬼车 朱焰 金屋等一众魔神 多达四五十尊 纷纷涌出 苏云身后的天空暴碎 饕铁腾空而起 一口气筋吞数以万计的盘扬 将那些魔化盘扬系的飞上天空 投入她的口中 香柳垂下长长的脖梗 一条脖梗来到苏云身前 半龙半舌人面的脑袋 探到苏云面前 眉开眼笑道 小鬼 臭小子 还记得香柳大夜步 一只龙爪 从苏云眉心中探出 抓住她的脑袋 重重砸在地上 香柳其他脑袋挣扎着向外爬去 哭喊连天 叫道 我不敢了 应龙哥哥 我再也不敢了 呼 惊异黄龙震翅 从苏云的眉心中飞出 随即麒麟脚踏降云 天鹏驾驭风雷 酒凤 辟邪 玄武 必方 谢志 众鸣等等神圣飞出 苏云沉声道 江木 启程 行江木搭着胆子抽了一鞭子 盘扬脸向黄城驶去 遇到袁腾空 神剑亮起 人在半空 便被一只如山般的拳头轰飞 武圣江祖师催动肉身神通 却被朱燕挡下 太岁 余亦等神魔杀出 悉数被挡住 不仅被挡住 而且还被往前平推过去 空中 已经有神魔杀上天庭 神帝现身 率领天庭诸神和神王与之大战 这一日 天庭诸神陨落如雨 而在下方 盘扬脸来到黄城的金鸾殿 素云抬头 看向站在金鸾殿上空的罗于静一眼 吃笑一声 于静 你的阴谋诡计 有用吗 罗于静面带微笑 看着涌来的神魔 于是后退 身形消失 盘扬脸向金鸾殿走去 苍九华站在金鸾殿前 手持宝剑 攻声道 苏兄 苍九华敢向苏兄挑战 请苏兄成全 盘扬脸继续前进 从他头顶越过 东西方阁主之战 你没有资格 苏云目光只是金鸾殿中 坐在宝座之上的少年帝皇 淡淡道 谁才是通天阁真正的阁主 今日坐一了断 罗婉依 请 第332章 有什么用 宝座上是一身男装的罗婉依 殿下便是西方文武大臣 他头顶帝皇冠 用的是元朔的规格 帝官平四方 恩威如雨露玄垂 他的衣着也是红黑为主 宽袍大袖 舒腰之后 腰脂很是纤细 一朝天子一朝臣 罗婉依登基之后 便将朝中的老一辈逐一换去 换上新一代的高手 因此 朝中很多都是年轻的官僚 只有掌握着实权的江祖石等人 没有被替换 此刻 大秦文官武将斗智高昂 并没有因为外面什么乱舞而恐惧 反而跃跃欲试 似乎很想代替罗婉依 挑战苏云 他们是年轻人 充满了斗智 苏云无视所有人 只把目光放在罗婉依身上 朝野之中很少有人知道 罗婉依是女子 掌握这个世界权力的 以男子为主 如果大秦圣皇是女子的事情传扬出去 稀土其他国家 会因此耻笑大秦 甚至是大秦软弱可欺 对大秦动武 作为圣皇 必须要广选秀女 广纳妃子 但他又偏偏是女子 所以 选妃之后 只能脱明修炼一种奇功 无法灵性 罗婉依一直以男性身份试人 小心翼翼地维持他的身份 只有他在剑阁求学时 才会以罗婉依的身份 与世子们交往 知道他女子身份的人不多 阁主在金鸾殿 外面传来燕青舟 哑巴师兄等人的声音 215位元朔通天阁的高手 趁乱闯入皇城 鱼贯而入 燕青舟 依朝华等人被困在营货大陆 但是没有困住他们多久 他们也拥有小天船 炼制了储存空气的容器 苏云等人回归天使园后 哑巴师兄石阵北 便立刻联系他们 燕青舟等人知道 他们已经返回 便立刻返城 殿堂之中 文武百官立刻起身 严阵以待 这座金鸾殿中 不少文武大臣 都是通天阁的高手 东西方通天阁的强者健壮 惺惺相惜 却又如临大敌 燕青舟飞速扫了一遍 陈声道 今日是选出真正的阁主大日子 请元老 不丘容 不丘容出列 放下两个皮修锁环 催动法力 一座皮修门户拔地而起 不丘容公身道 请元老出界 主持公正 皮修门户剧烈震动 一个又高又胖 白头黑眼圈黑耳朵的庞然大物 艰难地挤出这座门户 带到屁股挤出来时 屁股上的肉如水般抖动 皮修一边啃着竹笋 一边打量四周 哈哈笑道 宰种们 你们终于决定 让哪个短命小仔中做阁主了 另一边又有一位元朔通天阁高手 取来一盆清水 公身道 请渔国元老将领 主持公正 那盆中清水飘起 哗啦啦作响 声音越来越大 竟像是怒涛澎湃 众人看去 只见那片清水 已经变成波涛汹涌风暴呼啸的大海 海面上一尊鸟手人身足踏双龙的神奇 成龙而来 穿过清水 落在金鸾垫中 老仔种 皮修瞥他一眼 冷哼道 显然他们两位元老并不对付 又有一人立画 将一幅书画挂在空中 拜道 请肥肥元老将领 主持公正 只见那画中有门户开启 一只白猫迈开脚步 从画中走下 很是田径 又有人在空中画出一扇门户 拜道 请白泽元老将领 石头门开启 独角白羊震动 背上小小的翅膀飞出 请元老牙字降临 请元老酸泥降临 请元老太岁降临 通天阁的六位长老分别降临 只有太岁没来 六位长老对视一眼 皮修往外探头看了一眼 道 军粮正在外面挨打 一时半回来不了 有我们六元老主持 也足够了 他又不知从何处 抽出一根竹笋 包皮开吃 问声问气道 两位宰种小阁主 你们可以开始了 你太心急了 速阁主 罗婉依脸色淡然 对所有人都视而不见 目光只落在苏云身上 不景不慢道 你应该等一等 你的修为实力 比朕还差些火候 你应该继续游学 继续历练 从大秦和各国的心学中 汲取养分 壮大你自身的学问 他端坐在那里 气息越来越强 身后同样也有72动天 也有巨大的黎渊 黎珠潜伏在九渊之中 朕给你成长的机会 一方面是磨练你 免得胜得太过无趣 另一方面 是让你去办一些 朕不方便办的事情 罗婉依站起身来 他的身形一起 顿时金鸾殿中 有一种天地 向他倾斜的感觉 苏云脚下的盘扬寿惊 不断向后挪动脚步 试图退出这座金鸾殿 行将目无论怎么控制 也控制不住 几位通天阁元老 各自赞叹 相互点头 朕若冠之年登基大宝 上有神帝 背后有太上圣皇 看似江山稳固 实则大权旁落 因此 朕要借你的手 薛神帝之威望 打压太上圣皇之势力 拉拢军中神魔 苏云站在盘扬脸上 盘扬脸极高 甚至高过皇帝的宝座 然而罗婉依却给人一种 居高临下的错觉 仿佛他才是高高在上 朕甚至可以容忍你 容忍道阵的大军跨越海洋 踏平元朔 到那时 朕在堂堂正正地击败你 成就不是罢业 罗婉依露出讥讽之色 可惜 你让朕失望了 他的眼眸中闪过一道魔器 苏云脚下的盘扬 突然双眸燃起熊熊结火 奋力嘶吼 猛地站起身来 抬起利爪 向行将木和苏云抓去 苏云身形浮空 窥然不动 魔化盘扬抓向他的那一爪 立刻被行将木挡住 一人一扬的力量爆发 金鸾殿中澎湃作响 行将木怒吓将盘扬起 狠狠砸在地上 随即被那盘扬一脚踢飞 魔化盘扬翻身跃起 向殿外杀去 皮修 肥肥等元老对视一眼 面色凝重 笛声道 好像是魔道神通 魔化盘扬 这手段不是正道 不过实力很强 你不知道朕的作为 轻视了朕 罗婉云看着苏云 如同看着一个自讨其辱的丑诀 淡淡道 朕与玉双云一起 跟随玉国师学剑术 玉双云学会神王剑术时 朕已经学会了神帝剑术 让玉国师再无可以交朕的地方 朕与苍九华一起 跟随五圣剑阁圣人 学习性灵肉身双修之术 苍九华上未完成学业 朕便已经成为五圣阁的老师 他像是太阳一般 光芒万丈 让人仰视 又带着滔滔的地威 镇压众生 他是人魔的血脉 有着人魔血统 似乎能够控制 每个人的精神和思维 天生就是领袖 轻而易举 便能得到他人的效忠 誓死不渝的效忠 朕修炼天庭神赵经 做到大一统 又摆脱神帝控制 功法大成 已经是仙人之体 朕经历皇子之中的选拔 经历通天阁主的逐路 经历登基大典 丰盛大典 未尝一半 他一步跨出 一出手便是神帝剑术 西土诸国剑术 最高境界者遇到源 唯一一个超脱了 神帝剑术的存在 以剑术修成源道境界 而罗婉一 虽然未曾脱离 神帝剑术的稚骨 却摆脱了神帝的控制 他的剑术 并非是借神帝的力量 来施展剑术 而是他已经凭借自己的智慧 将神帝剑术中的奥妙 悉数参悟出来 这剑光一动 下一刻便来到苏云身前 苏云抬手 剑光刺在他的掌心 剑光噼里啪啦爆碎 小圣皇 你的话说完了 苏云握紧拳头 掌心中是破碎的剑光 被直接捏碎成真源 他挥了挥手 罗婉一这一找神帝剑术中 蕴藏的真源飘散 罗婉一瞳孔皱缩 剑术展开 刺来快如闪电 让人防不胜防 苏云刚开始 还能挡得住几招 但随即便被他的剑术 突破了防御 刺在身上 苏云微微晃动 突然所有剑光猛的一收 合拢为一剑 带着七色彩光 一剑刺来 这一剑的威力威能 骤然提升数倍 竟是他融合了神帝剑术 和月流星的神通 开辟出的新神通 啪 这一剑撞在苏云的掌心 如七彩琉璃般炸开 罗婉一怒斥 神通在苏云头顶炸开 随即的勇符文 天降陨石 化作原词神通 上下夹击 还是未能撼动苏云分毫 你说了这么多 有什么用 苏云任由这几种神通 轰击在自己身上 淡然道 你有千般好 神通变化胜过我 心学也比我好 还有许多圣人为老师教你 但有什么用 我修成黎渊 炼成黎珠了 他的身后 黎渊中 明亮的光芒从黑暗中传来 一颗黎珠冉染生气 漂浮在黎渊上空 黎珠上方 则是七十二洞天 七十二洞天合拢 化作一口巨大的黄中 中口斜斜垂下 朝向罗婉一 竹龙浮现在巨大的 黄中洞天表面 龙眼昏昧 龙口咸着黎珠 我修炼速度比你快 比你高出一个境界 苏云抬起手掌 五指插开 朝向罗婉一 光 弘大无比的钟声响起 催哭拉朽般破去 罗婉一的一切神通 将这位小圣皇 冲击的倒飞而起 死死贴在龙椅后的墙壁上 所以 你的那些计谋计量 有什么用 苏云放下手掌 背负双手脚步踩在空中 向她走去 罗婉一身边的墙壁 噼里啪啦爆响 墙壁被压得浮动 酥软 破碎 碎片一片一片 漂浮在空中 苏云来到她的面前 微笑道 同境界 或许你会赢 但高出你一个境界 你拿什么跟我争 哼 墙壁炸开 罗婉一倒飞而去 新阁主登基 云都皇城内外 杀得天昏地暗 神魔乱舞 天空 地面 到处都是逞凶的神魔 而金鸾殿中 却是鸦雀无声 无论大秦文武群臣 还是通天阁的海内海外成员 包括六大元老 此刻起起看向坍塌的 金鸾殿墙面 几块砖石从断墙处坠落 罗婉一旋即从断墙处杀来 气势越来越强 神通也越来越强 当 他动用大一桶神通 轰击在黄中之上 涌现出一道道金灿灿的波纹 黎珠在黄中内部 散发出一圈又一圈的波动 流遍黄中内壁 让他的一切神通 全然无用 罗婉一疯狂变招 原本极度的冷静和理智 此刻渐渐消失 将祖石 月流西 没能完成大一桶功法 却在他的身上完成 他相当于求水尽的作用 将两大圣人的功法一桶 性灵肉身 齐头并进修炼 肉身可谓是少年仙人肢体 当今世上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 寥寥无几 作为仙体 他的每一招神通 都显得极尽完美 找不出任何破绽 便如同苏云来施展 他人的神通一般 完美地让神通开创者 也会为之极度 满朝文武 忍不住大声叫好 圣皇好神通 然而 这一连串攻击 始终未能撼动苏云分毫 反而罗婉一美施展出一种神通 便被阵的气血翻涌 气息散乱 这便是境界上的差距 同样是仙体 苏云已经修炼到离冤境界 离珠出离冤 这便是离冤境界的象征 而罗婉一的离珠 还在成形之中 没有成形 便不是离冤境界 只能是属于原动境界 哄 罗婉一被压在第二面墙上 想要挣扎 却抵抗不了那皇中恐怖的压力 心中渐渐生出一丝绝望 金鸾殿的第二面墙 霹里啪啦凹陷 他的身体被皇中神通的 余波压的嵌入墙壁之中 越来越深 随着钟声再度响起 罗婉一与墙面一起倒飞而去 苏云抬手 皇中朝上 一声钟响 将金鸾殿的垫顶轰飞 钟声再响 金鸾殿的最后一堵墙 也被拆掉 只剩下垫门和几根柱子 苏云向龙椅走去 突然间七色彩光亮起 从他背后袭来 罗婉一杀气腾腾 这一次神通的威能直线提升 绝非是普通的神通 痴 皇中神通被一道剑光攻克 剑光直指苏云的黎珠 黎珠乃是黎渊境界的灵世真元 和姓灵高度凝聚而成 借此郁郁天象姓灵 倘若黎珠被迫 灵世必死无疑 苏云视而不见 继续向龙椅走去 突然身后七十二动天之间 英龙天眼浮现 一道光芒从天眼中射出 硬汉罗婉一的仙术 罗婉一气血震荡 亮枪后退 随即上前 又换了一招仙术神通 他的肉身机体变化 凌肉一体 简简单单一拳轰出 有天庭诸神熔炼一体的感觉 却是江祖师所开创的仙术神通 苏云依旧迈不向龙椅走去 随手向后一指 这一指点出正中罗婉一的拳头 罗婉一闷哼 体内天庭诸神 西术被封印 这一指 正是朱魔指 专门用来封印神力魔力 罗婉一在换仙术神通 苏云已经射击而上 罗婉一连换六种仙术神通 甚至施展袁硕原家的仙术神通 苏云曾经在地平和袁无忌身上 见到过的仙术 也被他施展出来 然而无论哪种仙术 始终不能接近苏云 苏云来到龙椅前 转过身来 殿下 罗婉一亮强后退 气喘吁吁 苏云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殿下大秦群臣 嘴角动了洞 打皇帝吗 我不是头一次了 鸦雀无声 突然 一根支撑大殿的柱子 轰得一声歪道下来 却没有砸在地上 只到了一半 几个大秦的臣子连忙躲避 却发现柱子没有倒下来 这才松了口气 继续看向苏云 正在啃竹笋的皮修 张大嘴巴 忘记了吃竹笋 他很想说点什么骚话 活跃一下气氛 此刻也想不出什么骚话来 只好把吃了一半的竹笋 塞到一旁的白羊口中 白泽原本打算拒绝 不过皮修递来的竹笋 确实鲜嫩 于是上下恶动个不停 很快将竹笋吃完 皮修又为他蓄了一根 搭讪道 真是出人意料啊 白泽连连点头 这幅场面的确出乎他的预料 他原本以为 苏云这次挑战罗婉一 必输无疑 必死无疑 根据他对苏云的认知 苏云想要胜过罗婉一 蓄得魔力几年的时间 但罗婉一 的确给了苏云魔力的机会 白泽道 一旁的肥肥点头 舔了舔自己的爪子 用爪子洗了洗脸 把刚才大殿墙壁坍塌掀起的烟尘 从脸上洗去 细声细气道 苏云还未离开东都 甚至只是刚刚踏上东都的土地 便已经落入他的算计之中 被苍九华引导着前往大秦 到了大秦之后 更是落入他的瓮中 被他利用各种线索引导着 一点一点地去发掘 盘扬之乱和天庭信仰的真相 罗婉一的谋略 我也是极为钦佩的 皮修元老递过来一根竹笋 肥肥元老身后雪白的猫尾摇动 苏云便在小圣皇罗婉一的局中 皮修元老继续努力地想一句骚话 跟着两位元老聊一聊 却发现插不上嘴 他这些年掌管通天阁的财富 很少关心谁是通天阁主 被肥肥元老和白泽元老这么一说 他才明白过来 罗婉一虽然是在利用苏云 但也给了苏云成长的时间 借苏云之手去铲除和扫平自己的阻碍 在这期间 苏云会背上各种黑锅 结灰病和谋杀月流西 残杀剑阁世子 中西方阁主的对决开始 那时苏云的污名 已经是跳到东海也洗不清 臭不可闻 就算苏云胜过他 也绝对做不了通天阁主 因为那时 别说元老会不会容许 这样的人成为阁主 就算是元朔通天阁的成员 也绝不允许自己的阁主 是这样的人物 那时 苏云才是真正地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便是他的计谋 一点一点地把你吊死 让你毫无反抗办法地计谋 这一切 白泽元老看得很清楚 肥肥元老也看得很清楚 因此都觉得苏云没有任何胜算 皮修继续为白泽吃竹子 突然想出一句骚话 兴奋道 然而 公仔阁主根本没有按照 母仔阁主的想法走 他掀桌子 白泽和肥肥大感头疼 对皮修的话表示赞同 苏云出来大秦 阁主之位也是来得莫名其妙 无论对大秦还是通天阁 都不太了解 他也不知道西土各国的历史 不了解人文和地理 对心学也所知不多 这样的人 其实是不适合做通天阁主的 通天阁建立之初的目的 便是为了探索世界的真相 揭开上个世界毁灭的秘密 搭建一条直达彼岸的桥梁 心学的辉煌 也与通天阁脱不开关系 对元老会来说 苏云能够成为元朔通天阁主 纯粹是楼班的偏爱 然而在这几个月 随着他对这一切的理解 越来越深 便再也无需罗婉亦的引导 时至今日 他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切 离珠出离冤 这正是修成离冤境界的征兆 罗婉亦一直以为苏云在他的局中 元老会也以为苏云在他的局中 然而却不知道 苏云从来没有与人博弈的习惯 在探明你的一切招数之后 他更习惯做的是 直接掀翻你的棋局 朔方如此 东都如此 大秦也是如此 当他进入火云洞天 与于青罗一起参悟就圣觉学 参悟中山竹龙与九渊 当他从北缅长城下走过 走入天门鬼市 当他参悟透彻中山竹龙与九渊的奥妙 他的原动境界便已经圆满 当他在垂死时 杏灵进入符文之墙 与被镇压在他童年 记忆中的神魔达成协议 便已经注定了罗婉亦 神帝和罗鱼镜的棋桌会被掀翻 罗椅前 苏云缓缓缓落座 罗婉亦见状 奋尽所有力量 腾空而起 向苏云攻去 他绝不能容忍这次失败 绝不能看着苏云 坐在自己的宝座上 酸泥元老皱眉 喝道 婉依 够了 胜负已分了 罗婉依已经杀至苏云跟前 六大元老都是大皱眉头 四五千年之前 他们都是来自元朔 远渡重阳来到海外 与那时的元朔灵士 一起开创了通天阁 决心研究未知的奥妙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元朔被称作海内 西土大陆被称作海外 这个风俗一直延续至今 海内的意思是 四海之内 四海指的是 东海 西海 南海 北海 海外指的是 这四海之外 西土并无南海 北海 地理上也无法被称作海外 七元老中 虽然不少元老都支持 罗婉依为当代阁主 但是他们的心中 对阁主是海内的元朔人 还是海外的色母人 其实并无什么不同 罗婉依既败了 那么认输便是 让苏云这个元朔人 做阁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无法理解 罗婉依的执着 就像他们不能理解 元朔人和苏云的执着一样 罗婉依催动仙术 杀到龙依前 迎上的便是苏云的剑光 哄 他狠狠砸在地上 连番带滚 将皇城的地面 离出一道深深沟渠 随即又从地面弹起 重重砸在卫阳宫的墙壁上 那面墙壁被巨大的力量 砸得凹陷下去 以罗婉依为中心 形成一个珠网般的大坑 这个墙面大坑之中 便是罗婉依 罗婉依衫散乱 头发也乱作一团 树胸也被崩开 女儿身在无法遮掩 他艰难抬头 龙椅正对着他 此时 苏云落座下来 手中木剑 化作无数细微的方形砖块 砖块组合 还原成通天阁的蜜月 木头盒子 苏云环视一周 声音中无喜无悲 朗朗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海内海外的通天阁道友 你们 可以参拜你们新的阁主了 第334章 你知道 你爹是人魔吗 罗婉依依挣扎着抬起头 看着海内海外的通天阁成员 在大秦皇城金兰殿的废墟上 参拜新的通天阁主 心中万念俱灰 在六元老的主持下 海内海外的成员 一起参拜苏云 意味着海内通天阁 与海外通天阁 已经有了名义上的共主 而他虽然依旧 贵为大秦的圣皇 但同时也是通天阁普通的一员 他知道自己败了 若是在他登陆西土的那一天 我便与他决战 或许便不会有今日的事情了 那时的苏云 对西土大陆一无所知 修为境界 也只是原动境界 那时与苏云对决 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战胜苏云 可惜 他无法回到那一天 他的眼帘越来越沉 终于昏死过去 待到罗婉一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病榻上 罗婉一挣扎起身 宫女听到响声 又惊又喜 连声道 陛下醒了 圣皇陛下醒了 快去告诉太上圣皇 罗婉一挣扎起身 却头疼欲裂 手足无力 有宫女连忙上榻 将她搀扶做起 我睡了多久了 陛下 你已经昏睡了十多天了 太上圣皇罗愚静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悠悠道 你昏睡的十多天 是朕帮你打理朝政 稳定局势 他走了进来 从容淡定 给人一种天塌不惊的感觉 让人心中一片平静 罗婉一挣扎起身 跪在病榻上扣线 罗愚静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陛下 你可知而惊的局势 罗婉一依旧跪扶在病榻上 一动不动 而臣不知 你昏睡之后 朕替你面对通天阁主留下的狼藉局面 96神魔肆虐云都 帝国的神魔与圣人伤亡惨重 各军折损严重 罗愚静不疾不徐 讲述着这十几天内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大事 苏云释放出的魔神横扫云都 打垮太岁 加罗罗等镇守大秦的一众神魔 太岁甚至被掳走当成粮食 被折磨得很惨 而五圣江祖师和国师 遇到原野在战争中被重创 之后 魔神们四处开花 相互开战 肆意在大秦的山川之间肆虐 苏云童年记忆中封印的神魔原本 便分为许多派系 有的来自上古时代 有的是随着天使园一起坠落 有的则是被古代的法师召唤 来到这个世界 还有的则是被仙界派遣 又有一些则是跨过星空 从异世界降临 他们之间恩怨也是复杂得很 比如被硬龙殴打过的 被硬龙镇压过的 被硬龙嘲笑过的 被硬龙调戏过的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自然要清算一番 这一国乱舟被交在稀土大陆 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不仅大秦被波及 稀土各国也无一幸免 一时间 稀土大陆各种天灾出现 火销柱在火山之中 动不动便愤然大木 火山喷涌 沿江成湖成海 汉拔过处 则赤也千里 一片大汉 草木不生 肥夷又与汉拔同行 当真是连江湖都被他们烧干 又有大风在海面上掀起飓风 无知其掀起大水 洪灾席卷良田 朱焰过处 则地动山摇 大地裂开 天空中有雷灾 火流星 各种灾难席卷稀土 正是这些魔神为祸 稀土各国原本打算新兵 跨越大海去攻打元朔 此刻连国土都被魔神们占了 自然无暇对外用兵 有些小国 则干脆直接向魔神效忠 为魔神修建庙宇祭坛 好吃好喝供奉 被供奉的魔神 则大起兵戈 进攻他国 有魔神亲自率军出征 各国之间杀伐剑起 陛下 朕替你重整朝廷势力 将作乱的魔神清除出去 这才发现 各国之间的战火 蔓延得越来越广 已经烧到大秦 罗玉镜不仅不慢道 大秦内部 也有不少魔神割据 占地为王 也是相互开战 你知道 这里面不仅仅是魔神在推波助澜 罗婉依贵妇在那里 道 孩儿知道 无论是大秦还是大夏等国 都已经到了游进登库 不开战掠夺 便不能续命的地步 这场即将席卷整个稀土的战争 成因复杂 除了有魔神的原因之外 更大的病因在稀土各国内部 各国世家门阀林立 已经侵吞各国九成九的财富 民众平日里可以活得很好 但在灾难面前 难以维持生计 世家门阀再不掀起战争 掠夺财富 那么被摧毁的 便不是国家了 而是自己了 因此 稀土各国的世家门阀也主动跟随魔神参战 掠夺财富 分给民众伤伤水水 只要不动自己的财富 一切都好说 作为大秦的小圣皇 罗婉依对这一点看得太清楚了 陛下 你知道 该怎么力挽狂澜 该怎么救大秦 救稀土于危难之中吗 罗愚静问道 而臣知道 罗婉依信灵神通一动 从自己的灵界中取出得自营或大陆 祭坛上供奉的仙路 毕恭毕敬地虚虚托起 道 请父皇收下此宝 罗愚静目光落在这面浮空的仙路上 露出满意的笑容 轻声道 这是对你的教育 不该拿的东西 千万不要碰 陛下 你知道了吗 而臣受教了 起来吧 罗婉依勉强坐了起来 看着他收走仙路 罗愚静有无数种办法夺走仙路 但是却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要让他心甘情愿地献出仙路 这是人魔的原则 若是不答应 人魔们不会勉强别人 但是 不答应的人 也往往因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罗婉依便是如此 他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想象 父皇 那么苏云呢 罗婉依眼中空空荡荡 提起苏云才 恢复一抹神采 他镇压了那么多神魔 而经释放了他们 他的下场一定很凄惨吧 罗愚静摇头道 那些神魔不敢动他 罗婉依露出失望之色 是惧怕他的封印吗 现在 他们只要稍微动一动 便可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根本来不及施展封印 这些神魔 真是胆小的可怜虫 他稍稍喘息 继续道 那么 我大秦的高手呢 没有人杀了他为月流溪圣人 为剑阁世子报仇吗 罗愚静摇头 悠然道 没有人提起他 像是把他忘了一般 就算有人提起他 也都讳莫如深 不敢多谈 罗婉依目光呆滞 男男道 怎么会这样 更有甚者 有人在兰陵街见到苏云 他依旧是元朔的都爱斯少使 前几天还到剑阁教书 不论因为在营货大路上耽误的一刻 领了两个月的剑阁月份 罗愚静道 他在剑阁中 世子们似乎都忘记了仇恨 而且还有通天阁的人 已经在为他洗情冤屈了 他大有频繁的征兆 罗婉依目光暗淡下来 朕希望陛下振作起来 罗愚静笑道 这场大乱 不正是陛下所希望的吗 为大秦续命便必须对外侵略 掠夺财富 这不正是一次大好时机吗 至于侵略的是不是元朔 又有什么区别 这只是陛下的失败 不是大秦的失败 罗婉依目光渐渐明亮起来 罗愚静道 掌控天庭的神帝需要一场动乱 掀起盘阳之乱的魔神也是如此 他们也都需要一场席卷各国的战争 但是陛下 何尝不是如此 苏格主的举动 成全了我们 他向外走去 突然停步 笑道 陛下 你不用担心朕贪恋权势 你所在乎的权势 在朕的眼中 什么也不是 朕想要的 只是长生 罗婉依目送他离去 低声道 父皇 你长生之后了呢 是否便想永远地成为圣皇 再也不离开这个位子 他渐渐振奋起来 又过了两日 终于可以下床走动 又过了三五日 罗婉依虽然还不能处理朝政 但修为总算恢复了一些 不再吃那么多药 他的伤势还是很重 但性命无忧 他换上女子衣裳 悄悄离开皇宫 在云都走动 只见云都的工匠们 在忙于修缮云都 那是神魔在云都造成的破坏 可恨 罗婉依心中一痛 他走在云都的街道上 不忍看得到这片城市的创伤 却忍不住去看 突然 罗婉依猛地看到了兰陵街 心头微震 不知不觉间他 竟然来到这条破街 既然来了 那就去拜访他 罗婉依咬牙 向兰陵街的街头 那栋原硕使劫馆走去 心道 我也是通天阁的一员 他身为阁主 有保护我的责任 此时通天阁中 苏云对面坐着一位龙角少年 面色凝重 苏云差一道 宝哥哥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在猎杀魔神 那龙角黄山少年正式应龙 点头道 这两日 我试图把他们抓起来 塞回天门鬼市 却发现 已经有不少魔神遇害 正说着 行将目前来通报 道 少使 有个姑娘自称罗婉依求剑 他迟疑一下 罗婉依这个名字 他并不陌生 苏云 曾经当着他和大秦 满朝文武的面称 呼大秦圣皇为罗婉依 而且最近也有传言 大秦圣皇 便是名叫罗婉依的女子 平日里 把胸用树胸缠绕 伪装成男子 因此登上地位 盈盈兴奋起来 姑娘 小圣皇女装啊 苏世子 这一定是打不过你施展的美人计 美人计 苏云眼睛一亮 沉音片刻 笑道 让他进来 我就喜欢美人计 罗婉依走来 向苏云见礼 婉依见过阁主 苏云上下打量 暗暗赞许 盈盈却是不悦 在他耳边悄悄道 经常禅书兄 挤得小了 委屈孩子 不好 苏云冲耳不闻 笑道 婉依 你知道 你爹是人魔吗 第335章 先路飞升 罗婉依原本有心施展些手段 表明自己在失败之后毫不气馁 依旧拥有斗志 拥有信心与他在战 但是骤然听闻此言 顿时如遭雷击 道心大乱 张口结舌 说不出任何话来 他对罗云敬的感情 既是崇拜 又是嫉妒 甚至还有防备 但如果说罗云敬便是人魔 他是绝对不信 因为罗云敬的血统 是皇族的血统 他是从盘扬之乱中起家 立下无数战功 出生入死 这才做了大秦的皇帝 他怎么可能是人魔 苏云一句话把他敲猛 便不再理会他 像黄山少年英龙道 猎杀魔神 殊为不义 元气不灭 神魔不死 想要灭掉神魔 须得灭掉他们的天地元气 但灭掉天地元气 何等困难 英龙忧心忡忡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觉得恐怖 世间能灭掉天地元气的办法 无非三种 一是天地元气腐朽 化作结灰 神魔自死 二是镇压神魔 不断消磨炼化其元气 元气炼镜 神魔自死 第三嘛 他迟疑一下 道便是仙家手段了 苏云心中微动 应龙说的这三种办法 他见到过齐二 镇压神魔 消磨炼化其元气 这种办法就是应龙的办法 在海上时 苏云见到应龙炼死了九阴 九阴这尊魔神 被应龙炼化成福 另一种办法就是仙家手段 苏云从营霍大陆的地宫 来到北缅长城下 借仙宫祭坛 见到仙剑 卧仙剑斩杀身疏 那一剑 连身疏的天地元气 也化作了劫灰 将天地间灌于身疏的烙印 悉数抹去 仙家手段端地是不可思议 至于第一种办法 天地元气腐朽化作劫灰 神魔自死 苏云便没有见过了 这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兽元走到尽头 这些魔神 不可能几乎同时耗尽兽元 应龙道 而镇压神魔加以炼化 耗时太长 需要几千年时间 才能将之炼化 因此 只剩下第三种办法 他面色愈发凝重 陈生道 那就是有人用仙家手段 屠杀被你释放出来的魔神 借此达到某种目的 苏云心头微震 坐在苏云肩头的盈印 拖着腮帮 突然道 那么应龙哥哥 你前往营货 是去寻什么宝物 应龙瞥他一眼 没有作声 苏云心中 暗赞盈盈聪明 一句话问到应龙的要害 于是咳嗽一声 紧接着道 当初九英死的时候 也说应龙老哥想献祭他 我还曾问老哥 为何要献祭九英 你回答说 想利用这些魔神来打造祭坛 重返仙剑 老哥哥 你好像知道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应龙有些迟疑不决 沉饮片刻 道 我的确隐瞒了一些事情 我前往营货大陆 是为了搜寻一件仙家宝物 这件宝物 是在天使猿撞击营货时 从天使猿上坠落 不知所踪 我腹不可能是人魔 罗婉一突然仰起头道 苏云和应龙瞥他一眼 苏云道 老哥 你继续说 罗婉一抿了鸣嘴唇 想要为罗鱼禁电解 却没有说话 我下戒后 跟随圣皇擒拿镇压作乱的神魔 后来圣皇寿源将近 打算杜劫飞升 死在仙剑之下 他性灵离开后 我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留在这个世界 又经历了几代圣皇 应龙继续道 我从一些出身自天使猿的神魔口中得知 在撞击之前 天使猿中有强大的存在 炼制了这件宝物 并且打造了祭坛 打算用来重返仙剑 但在撞击发生之后 这件宝物和祭坛一起消失了 因此 我怀疑坠落到营货上 苏云目光闪动 啊 这世上 只有你拥有如此迅猛的速度 所以你飞往营货 搜寻那件宝物 应龙道 其实还有一两个神魔 也拥有差不多的速度 但知道这件事的却不多 后来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件宝物 便搜寻天上地下海底 始终未能找到 于是便没了这个心思 索性进入北冕长城睡觉 等待那些魔神被炼化 苏云沉吟道 那么 你说的这件宝物是 仙鹿 记载了仙人道法的宝物 龙角黄山少年笔画一下 道 这种圆坨坨的东西 多数是蝌蚪纹 利用仙鹿 可以打开仙界的通道 重返仙界 等一下 罗婉一打断他们的谈话 从灵界中 请出一个小小的书怪和笔怪 那书怪和笔怪合作 画出一块仙鹿 上面有着各种符文图案 如同蝌蚪 不明意义 罗婉一问道 应龙前辈所说的仙鹿 是否是这个东西 是这种东西 应龙起身 来回打量 惊讶莫名 仙鹿是神魔 对仙人道法的理解 记录下来形成的东西 可以发挥出仙人的力量 这就是仙鹿 难道营祸心上的仙鹿 被你得到了 罗婉一欠身 不卑不亢道 仙鹿 的确被婉辈得了 他瞥了苏云一眼 语气不紧不慢 营祸大陆之行 婉辈才是最终的赢家 得到了磁宝 其他人 包括我赋予那三位神魔 都是书家 应龙不由急切起来 仙鹿何在 罗婉一黯然道 被我父皇娶了去 应龙不由失望 摇头道 原来赢的人 还是人魔于尽 你怎么斗得过他 他是人魔 善于操弄人心 当初为了镇压他 我们也是死伤惨重 罗婉一心头大震 自然道 前辈所说的当初 是什么时候 应龙道 四五千年之前 具体是多少年 我到现在还没有算清 我睡了几千年 不过于静的来历 比我下界还要早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中 出现的最古老的魔神了 罗婉一沉默 他还是无法相信 苏云从灵界中 取出自己得到的那面仙鹿 道 仙鹿的话 我这里倒还是有一块 不过应龙老哥 仙鹿与你镇压恋化魔神 有什么关联 罗婉一身心大震 呆呆地看着这面仙鹿 师生道 你为何也有一块 你这块从哪里得来的 银银飞速道 这块也是从萤火大陆得来的 为了得到这块仙鹿 苏世子还砍死了魔神神疏 吓死了魔神飞连 罗婉一静一不定 盈盈得意洋洋 心道 这么平 还企图勾引苏世子 你过不了姑奶奶这一关 应龙急忙上前打量 飞速道 果真是仙鹿 单凭灵士 甚至圣人的法力 都不足以激发仙鹿的全部力量 甚至连整个世界的天地元气 一起调来 也远不够用 所以 神魔的天地元气 是最适合的 心头微震 终于明白 他要说的是什么 献祭神魔 其实献祭的不是神魔的肉身 或者性灵 而是献祭神魔的天地元气 元气不灭 神魔不死 神魔并不如何强大 甚至有些神魔 还无法与原道境界的存在抗衡 但是他们 却无法被杀死 正是因为他们的天地元气 源源不断 绵绵不绝 导致他们的生命力 也一乎寻常地强大 所以 献祭这些神魔的天地元气 可以将仙鹿中的威能发挥出来 发挥出相当于仙人般的力量 我其实并未杀死九应 应龙取出一块玉蝶 苏云看去 玉蝶中有九鹰烙印 那九鹰烙印还在移动 向他无声大吼 献祭他们 不能让他们死亡 死亡了 天地元气便会消散 应龙道 倘若罗姑娘将仙鹿交给了余境的话 那么向魔神动手的人 恐怕便是他了 他面色凝重 站起身来 现在稀土一片大乱 人心惶惶 稀土各国入魔者过半 信仰天庭者 近伴 这正是于静最强大之时 那些魔神遇害 便是遭了他的毒手 多半被他炼成了御蝶 现在的他 我打不过 他看向苏云 突然抬起 双手握住头顶的双脚 扑扑两声 把一对应龙之脚拔下 塞到苏云手中 苏云手足无措 老哥 你这是马哈 应龙道 我上次去探查于静被镇压之地 便被他暗算 把我打得重伤不起 又被他镇压 这次他变得更强了 我肯定打不过 所以 你带着我的双脚 去找麒麟 天鹿 必方他们 请他们 与我联手对付于尽 苏云不解道 老哥哥为何不去亲自见他们 应龙沉默片刻 色然道 丢不起这个龙脸 盈盈探出头来 不约道 上次你受伤 摘下一根龙脚 让苏世子帮你 苏世子出生入死 结果你 伤好了之后 便直接把龙脚夺了回去 这次你不愿丢脸 连两根脚都扒下来了 须得给一根了吧 苏云正色道 盈盈 咱们为老哥哥办事不求回报 其实老哥哥硬要给我们也不能收 怎可如此讨要好处 说吧 目不转睛地看着应龙 应龙脸色一阵红衣正轻 吞吞吐吐道 我这脚五千年一退 给你们也无妨 只是我还没到换脚的季节 他瞥见苏云的眼神 咬牙道 也罢 给你们一根 只一根 我还要留一根装饰 否则别人便问我 为何秃了 盈盈站在苏云肩头伸出小手 苏云抬手与他击掌 应龙飞速道 事不宜迟 我先去搜寻于静的踪迹 你们立刻寻找各位神圣前来 苏云连忙道 老哥哥 不要被于静捉住 炼成御蝶了 应龙笑骂一句 震撤而起 你尽管放心 我的速度天下少有 谁能留得住我 他呼吓而去 苏云面带忧色 忧心忡忡道 上次不是便被人捉住了 幸好 是我聪明 看出了破绽 盈盈看向一旁的罗婉依 抬起手在自己脖子上 须须抹了一下 低声道 要不要灭口 罗云敬毕竟是他爹 苏云迟疑一下 罗婉依已经清醒过来 淡然道 寻找神魔 仅凭通天阁的力量 还不足以绊倒 朕可以帮你 盈盈顿时警觉起来 知冷耳朵 心道 小丫头没有竞争到阁主之位 便想曲线救国 做阁主夫人不成 苏云深深看了罗婉依一眼 极为喜爱将皇位传与你 你如何能取得我的信任 罗婉依迟疑一下 吟应大声喝止 不许以身相许 罗婉依惊讶地瞥他一眼 不知道这小书怪脑袋里 到底装的是什么书 淡淡道 朕乃一国之君 不希望尚有天庭愚弄人心 又有人魔操控名义 危害家国设计 心学要成为国之本 必须抹出天庭和人魔的影响 方能壮大 苏云还是直视他的双眼 似乎要看到他的心灵 摇头道 还是不够 我要知道 你的真实想法 罗婉依咬牙道 朕 不喜欢背后有个太上圣皇 头顶一座天庭 苏云露出笑容 足够了 罗婉依却没有停下 斗志勃勃 继续道 朕也不喜欢 头顶有一位通天阁主 朕早晚要夺回阁主之位 将通天阁纳入囊中 苏云轻轻点头 拍了拍他的肩头 微笑道 说得好 精神可嘉 去做事吧 第336章 杀死神的第三种办法 杀死神的三种方法 苏云送走了罗婉依 以真元托起那面仙路 仰望仙路上文字 心中只觉深深震撼 仙路很大 宽约一丈二 厚度约半尺 仙路上的文字 他根本不懂 带给他震撼的 不是仙路 而是仙路的作用 杀死神的三种方法 第一种第二种都不可取 只有第三种是可行之道 而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类似的宝物 苏云吐出一口浊气 他见过催动仙路的办法 在迎获大陆的地宫中 迎获新人布下了各种祭坛 而那些祭坛上的符文图案 便是各种神魔的烙印 这些神魔烙印 恰恰组成了天门的形态 在北缅长城下 四大仙公祭坛上的烙印 甚至干脆便是天门中的 九十六神魔的烙印 在天使园 天门鬼市 天门上的烙印 也是应龙老哥哥 等九十六神魔的图案 驱博他们打造的天门 以及八面朝天雀 也是九十六神魔 并且 驱博他们用八面朝天雀 召唤来天门后的事件 苏云目光虽然落在仙路上 但脑海中却想的是其他事情 通天阁不止一次发掘出通道 这些破损的通道的门户 也都是类似天门形态 也即使说 我可能拥有催动仙路的法门 苏云心头突然剧烈跳动起来 仙路上的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看着那些蝌蚪文 便如同看天书一般 燕青舟等人 将这面仙路还给他之前 将仙路上的文字图案拓了几分 拿去参悟 通天阁中人才几几 精通各种语言的人都有 甚至连结辉语都可以破译出来 说不定能够解除仙路上的蝌蚪文 但是 燕青舟等天才 可能无法催动仙路的威力 但苏云却可以半倒 因为九十六神魔 他统统阁过 他不仅阁过这些神魔 很多神魔还都曾上过他的身 他完全可以将九十六神魔中的 任意一尊神或者魔 化作各种姿态的神通 变成不同形态的符文烙印 而这些符文烙印 恰恰是仙宫祭坛 朝天阙 以及通道的最基础的符文 我可以催发仙路的威力 苏云心跳更加剧烈 他不假思索 身后七十二动天浮现 天渊裂开 催动离珠 调动天地元气 九十六种天地元气滚滚来 其中七十二动天负责七十二种元气 离元负责其他二十四种元气 看来九十六神魔都尚在人世 他们的元气还在 我可以借用他们的天地元气 召唤仙剑为我所用 苏云集中精神 脚下重重一跺 真缘弥漫开来 各种烙印浮现 观想出四座仙宫祭坛 九十六神魔的烙印 出现在这些祭坛上 天地元气滚滚注入那些烙印之中 将这些符文击法 等一下 那天我站在四大仙宫的中央祭坛上 四大仙宫祭坛 催动的是中央祭坛 不是仙路 苏云心中凛然 中央祭坛上的烙印我 并未仔细查看过 就在此时 四大仙宫祭坛中 一股股令人心悸的光芒迸发 涌入仙路之中 隐隐惊叫 急忙钻入苏云的灵界躲避 使节馆中平瓶灌锅碗瓢盆 凳子茶几 纷纷跳起来 四处躲藏 行将墓也连忙冲出使节馆 突然又折返回来 将盘羊脸牵走 这头盘羊 还是原来那头 魔化后 被他通通打一顿 好不容易才降服 他可不想再度 失去自己的盘羊脸 他刚刚牵走盘羊脸 忽然天空中狂风呼啸 电闪雷鸣 刚才还是秋高气爽 现在便是阴云密布 行将墓仰头看去 只见天空中狂风席卷乌云 绕着一个巨大的漩涡旋转 转动速度越来越缓慢 越来越色致 似乎在召唤什么庞然大物 遇到险祖一般 少使大人 到底在召唤什么 行将墓稳住身形 只见街道上的东西和行人 被吹得无法立足 纷纷来到路边的沿下避风 街道上的盘羊脸 也纷纷停步 就地卧下 躲避越来越大的飓风 呼 许多窗铃被飓风掀开 只张哗啦啦从窗户中飞出 向天空飞去 还有不少人的帽子被卷起 也自向空中飞去 过了片刻 便见有阳台上的花盆 被卷入空中 随即便见许多大树 被连根拔起 这幅景象越来越害人 天空也越来越黑暗 只有旋转的云丛中 这股波动太强烈了 行将目越来越压抑 被压得难以喘息 而心脏却剧烈跳动 跳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有鲜血统统向心脏处集中 无法攻打全身各处 这种压迫感 他头晕眼花 一条腿跪了下来 急忙扶着蹬住 眼前越来越黑 他抬起头往天空看去 只见旋转的黑云漩涡中心 有一只巨大的指头 戳破了云层 缓缓向下探出 这根指头如同晴天之柱 刺破天穷 那种恐怖的压迫感 让行将目显些昏厥过去 心跳也愈发强烈 我要死了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间云层停止旋转 而那指头只降临了第一指节 随即缩回 消失不见 云层飞速消散 满天乌云煞时间消失一空 不见踪影 天空清朗如洗 湛蓝深邃 可以清晰地看到 天外漂浮着的一座座营祸大陆 行将目过了片刻才缓过气来 起身去拉那头盘阳 盘阳卧在地上口吐白沫 死活不愿意起身 行将目丢了缰绳 亮墙奔回使节管 只见苏云面色苍白 扶着门框呼呼喘息 少使大人 你也被吓到了 行将目急忙问道 苏云摇头 没真缘了 有些虚脱 这祭坛法阵 差点把黎珠中的真缘 也给吸走了 容我缓一缓 行将目松了口气 幸好没有法力了 否则不知道要召唤出什么东西来 刚才那半根指头 只是刚刚出现 便让云都大乱 倘若降临 别说指头的主人降临 哪怕是一根完整的指头 恐怕多灾多难的云都 将会再度遭灾 仙宫祭坛 的确是仙鹿的用法 苏云稍稍恢复一些真缘 换出盈盈 记录刚才的试验 分析道 但仙鹿应该有其他用法 刚才的用法 只是其中之一 盈盈飞速记录道 刚才仙鹿召唤的 是一种灵体 强大无比的性灵 我察觉到了 所以 仙宫祭坛 应该是一种召唤法阵 先前你便用这种法阵 召唤出仙剑 至于其他用法 是否可以用八面 朝天鹿试验一下 苏云轻轻点头 行将木剑状 一颗星又自提了起来 紧张无比 苏云随即摇头道 我现在的真缘远远不足 刚才的召唤法阵 已经超出我的极限 八面朝天鹿 恐怕也极为复杂 需要的法力极多 我觉得 还是锻造出朝天鹿的灵气 再来催动 控制真缘损耗程度 隐应乘势 飞速写下先公召唤法阵的图纸 和朝天鹿的图纸 苏云加以修改 而云都中早已经费反迎天 很多妇人在街边滴滴地啜泣 还有灵士飞上高空 四处搜寻魔头 又有将士出来安抚明星 还有些修士 宣传天庭的福音 此时 罗婉一正在传令下去 让大秦各地上报神魔踪迹 苏云弄出的异象自然 也没有瞒过他 即便皇城中高手如云 但那种压迫感 任何人都无法替他挡住 中央正对着兰陵街元朔使接管 调查的大臣前来汇报 道 给朕罗婉一摇紧牙关 一字一绷 恨恨到 立刻将所有大秦境内神魔踪迹 送到朕这里来 朕一刻也不想再见到 甚至听到那人的消息 快去 苏云对这一切一无所绝 与盈盈一起设计好图纸之后 突然行起一事 人魔于尽 同样也是要利用先路来降服九十六神魔 他的目的昭然若揭 他站起身来 走来走去 他是想献祭诸神诸魔 打开这样一条通道 直达仙剑 九十六神魔 都在他的献祭之列 苏云停步 目光闪动 他懂得先路的用法 因为他也是通天阁的一员 这是最为荒诞的事情 苏云一同海内海外通天阁之后 查看通天阁的 六百八十七位成员名单 和元老会名单 就在其中发现了 罗愉静的名字 罗愉静是在 盘阳之乱中表现优异 才能出众 资质物性都是不凡 因此被邀请加入通天阁 到了今 他的地位已经极高 属于长老层次的存在 更让苏云啼笑皆非的是 神帝也在其中通天阁之中 可惜的是 没有人知道 神帝真实的身份 通天阁对直达彼岸的 通道的研究很深 其中取静取太常等人 便是元朔通天阁的成员 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交给了通天阁 因此 罗愉静必然也懂得先路的用法 不是通天阁变得邪恶 而是邪恶的人 进入了通天阁 企图借助通天阁的力量 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苏云把先路收起来 感慨道 像我这样 就算掌握先路 也毫不动心的人 又能有几个呢 盈盈连连点头 道 苏世子 让元朔通天阁 练成这两套灵器 不如把硬龙之脚也给练了 免得夜长梦多 这样不太好吧 苏云取出硬龙之脚 兴奋道 不过这次非比寻常 我身在敌国 还要出门寻找 被我镇压过的神魔 肯定要有些自保的手段 五哥一定也不希望 看到我受伤 第337章 最不会败家的阁主 苏云和盈盈 一起设计的朝天阙 和仙公祭坛的规格较小 而且不包括烙印 需要炼成之后 苏云亲自添加上烙印 但也极为复杂 想要炼成 并非是一日之功 通天阁中 有善于冶炼的能人 叫做欧野武 接过苏云的图纸后 翻阅一番 道 阁主何时要 苏云道 自然是越快越好 欧野武道 若是阁主肯花钱 盘下大秦的几个都造场 便会很快练好 这是简单 苏云命人去寝步秋荣 继续询问道 欧野兄 龙脚该怎么练 欧野武差一道 真龙脚 还是假龙脚 自然是真龙脚 苏云取出一根硬龙之脚 道 就是这个 欧野武吃了一惊 急忙细细打量 这龙脚一只五叉 像是一株树 叉不长 脚也大 但脚内蕴藏的恐怖气息 却让他很是心计 欧野武催动真元 真元尚未流入龙脚之中 便被龙脚内的 威能压得粉碎 根本无法催动 欧野武嘖嘖称奇 摇头道 这种材料自身威能太高 反倒不适合用来练宝 不能用来练宝 苏云有些失望 欧野武道 太好的材料 自身蕴藏的威能极强 无法烙印上自己的符文神通 甚至连元气也会被压碎 因此 只能靠宝物原始的威力 这种宝物 古代有知 只需要记 不需要练 苏云虚心求教 如何记 欧野武道 放在供桌上 早上三炷香 晚上三炷香供着 需要用到它时 他自会起来杀人 苏云心中愈发失望 他原本以为 可以用硬龙之脚 练制威能齐大的灵兵 却没想到只能供着 突然 他想起一事 取出那杆插死了 火得神君的长矛 道 你看此宝是否还能修复 欧野武打量这杆 被砍成两截的神兵 目光闪动 道 阁主 我想见一剑 斩断着神兵的那件灵兵 苏云摇头道 那是降劫的仙剑 见到他的人 大多都死了 你修炼到原道境界 尝试镀截 多半可以见到 欧野武指的作罢 继续打量两截断矛 道 此等神兵 威力可图神魔 然而被仙剑斩断时 自身一切烙印都被毁去 不堪用了 欧野武画风一转 道 不过 道可以容了 炼制灵兵 阁主还没有灵兵罢 苏云点头 欧野武笑道 那么便用这神兵 再加上龙角的小枝 为阁主炼制杏灵神兵 这神兵用的材质 胜过青红金不知反己 倘若再以龙角研磨成粉 用龙角粉为颜料 会刻各种烙印 威力必然刚猛无边 阁主以为如何 苏云大喜 连忙与盈印一起绘制黄中图纸 带到二人汇出图纸 欧野武细细翻看一遍 心头一突 这么复杂精巧 他听说过苏云的性灵神通 是一口七层大黄中 各层分别是年 月 天 石 字 秒 忽 倘若到忽秒 还可以炼制 但现在 苏云的大黄中图纸 又多出一层 微刻度 一下子将炼制的难度 提升了数倍 而且 炼制灵兵不像炼制灵器 灵器可以省很多工序 节省材料和人力 但灵兵对精度的要求极高 尤其是苏云的黄中 精确到秒忽兜 已经是极为变态 精确到威 这种精度的灵兵 他还从未见过 欧野武大敢棘手 道 大秦炼制天船 前往天外营货 精度达到秒 阁主的黄中 精度到威 就算有都造场 三五年时间也炼不出来 突然 布丘荣的声音传来 一座都造场三五年时间 那么十座都造场呢 他气宇轩昂 迈步走入使节馆 向苏云见礼 布丘荣参见阁主 苏云掺起他 笑道 听不凶的意思 像是收购了大秦的都造场 布丘荣道 这些日子 大秦魔神为祸 四处战乱 正是收购资产的好时机 我已经在下手了 等到大秦对外用兵 侵略他国 通天阁的都造场 便可以卖灵兵 灵器给大秦 和大秦攻打的国家 两头赚钱 苏云道 通天阁支援园会了吗 这些个月 已经送了一批灵器灵兵和钱亮过去 只是我对朔北陆林起义 并不看好 布丘荣道 国内传来消息 地平打算御驾轻征 却被圣人薛青甫 和温关山否决了 温关山和薛青甫 都在纵容陆林继续造反 掀起更大声势 他们好趁机 抓着这个机会 平乱之后 提升自己威望和势力 以压垮对手 苏云松了口气 左松岩率领陆林军朔北起义 他总担心 左松岩会与求水静一样 撑不了多少时间 便被扼杀 东都有薛青甫 温关山和地平三方势力角逐 反倒给左松岩机会 而且 左松岩身边有警罩保护 短时间内 没有性命之忧 这些日子 通天阁花了多少钱 苏云问道 他这些日子花钱的地方 不仅仅是给元慧输送灵器灵兵 还资助所有在海外留学的世子 又出钱请夜落 白月楼等世子 来设计属于元硕的小天船 来做试验 看看能否送到 童天所道上去 试图布局童天所道 他拼命花钱 不免有些担心自己花得太多 不秋荣道 没花多少 童天阁的资产反倒涨了不少 皮秀元老说 你比其他阁主节省得多 不会花钱 可能因为你小时候比较穷的缘故 咱们童天阁最会败家的 便是楼班阁主了 楼班阁主造朔方城 造天街 花钱如流水 大概花去了童天阁1%的财富 苏云沉没 干把八道 那就为元硕多造一些天船 不秋荣道 世子太少 建造几艘小天船 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多买几家都造厂 反而可以赚来更多的钱 苏云心中郁郁郁 挥手诗意 布丘荣和欧野武 可以带着他的钱和图纸 以及阴龙之爵离开了 我真的不想 继承这富可敌国的财产 苏云叹了口气 少年显得有几分有钱人的忧郁 看向云都下的天街 这整条街都是我的 还有这云都还有十分之一的产业 哎 今天晚上睡在哪 真仇人 过了几日 送来祭坛和龙角 龙角被截去一个小只 道 朝天雀还需要几日才能练好 罗婉一命大臣 送来大秦境内的神魔分布图 苏云从有钱人的忧郁中醒来 振奋精神 向李竹仙借来天凤 准备赶往各地 说服神魔来帮助应龙 对抗罗鱼境 这几个月 天凤翅膀上又长出一些羽毛 行将木刷木楼的时候 这只大鸟 很是细心地张开一张翅膀 另一只翅膀的翅膀间 则数着一根根羽毛 向苏云讲述每一根羽毛的来历 果果 果果果果果 果果果 他的鲑鱼也生长出来两根 比身子还要长 泛着各种颜色 很是漂亮 行将木备好木楼 准备好饮食 天凤薄年启程 木楼中 苏云展开神魔分布图 这分布图上有二十余处标记 有神圣 也有魔神 魔神好找 往往盘踞一方 凶恶异常 而神圣就比较难寻了 他们往往藏匿在深山老林之中 很少外出 因此 想要找到这些散落在江湖中的神圣 需要借助罗婉依这位小圣皇的人力 次日清晨 苏云寻到神圣开明 神圣开明比较好找 这尊神圣 盘踞在八毛山脉 撵走了魔神向流 庇护一方 因此得到民众爱戴 苏云来到这里时 只见神光冲销 那神光是开明所散发出身上 此时正在一点点地被遮挡 数以万计的人们 正在为神圣开明 打造庙宇宫殿 此时宏大的宫殿 已经修建到河顶的程度 因此 开明身上的神光 才会一点点被遮掩 苏云走入 这座全新的神庙 天缝跟在后面 只见庙宇中人们正在劳碌 热火朝天 许多宫人站在架子上 往墙上贴金箔 还有的在敲打巨石 以巨石为砖 又有些灵事催动法力 将巨石运送到高处 他们一路来到神庙深处的大殿 但见高达十多丈的开明兽 敦居在美玉之上 长有九颗脑袋 虎手人面 漠视八方 一言不发 这座庙宇中的大殿 被他周身的豪光 照耀得像是仙宫一般 而在他头顶 还有不少宫人正在封顶 开明哥哥 难道竟要在这里 接受世人膜拜 享受虚假的荣耀吗 苏云哈哈大笑 取出应龙之脚 道 而金人膜正在四处猎杀神膜 已经有不少神膜遭他毒手 应龙兄长担心明哥的安危 请我前来相寻 开明一颗脑袋垂下看他 随即仰起 摇头道 我乃开明晶晶 大光明之神 人膜不能上我分毫 别说人膜 香柳见我 还未近身 便被我晶晶之气所破 哀嚎着逃走 人膜不来见我还好 若是来见我 我定叫他有来无回 苏云沉声道 明哥 人膜手中有仙鹿 仙鹿的威力 你是知道的 哈哈 开明的其他脑袋一发拧过来 一口同声大笑 仙鹿催动起来极为困难 准备时间太长 他根本来不及催动仙鹿 我便可以斩到他的脑袋 苏云心中一沉 开明刚愎自用 而且不惜走动 又喜欢被人恭维 他百般劝说 开明也不肯离开 苏云转身向外走去 心道 我不能在他身上 担的太多时间 担的时间越长 其他什么遭遇危险的 可能性便越大 他走出大殿 突然又折返回来 落泪道 明哥 实不相瞒 这次是应龙老哥 让我前来求救 应龙老哥他 他背从心来 其中一根应龙之脚 还被摘得小只 哽咽道 应龙老哥他落入敌手 只逃出来两根脚 你看 他的一根脚 还被人斩断了 开明脸色大变 龙脚飞起 仔细打量 颤声道 你仔细说说 苏云落泪道 他残存性灵依附在龙脚上 只对我说是 人魔余境要害他 然后便没了气息 我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你为何不早说 开明急忙从浴台上下来 身躯一晃 化作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 急匆匆道 走 走 咱们去寻其他神圣 对了 他是哭着求你的吗 你能否学一学 他哭着说的话 苏云 隐隐和天凤 侧头往他身后看 只见他身后 跟着八个一模一样的 虎头虎脑的少年 我不是幸灾乐祸 绝对不是 那九个少年纷纷解释道 不知怎么的 我一想到 应龙哭求的声音 心中便有一种莫名的爽 大概是以前 被他打过的缘故 我没有要嘲笑他的意思 第338章 与魔为武 开明让人捉摸不透 时而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 庄严肃目 喜欢静坐 很有神圣的派头 时而是九个少年 其他八个少年 便活泼多了 喜欢捉迷藏 问问题 藏身在第一个少年的身后 每当此时 往他身后看去 往往一个人也没有 但收回目光 又有许多少年 从他的身后跑了出来 让人常常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隐隐嘖嘖称奇 再次往他身后看去 只见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收回目光 却见几个虎头虎脑的少年 从开明背后探出头来 我知道 你们藏在哪里 隐隐猛扑过去 东张西望 然而开明身后 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像是一种分身的神通 但与分身又不同 苏云很是眼热 心道 分身有主刺之分 而开明的身体 像是没有主刺 每一个都是主体 看来我格物还不完整 未曾把开明的本事 完全隔一遍 他们乘坐天凤宝年 按照神魔地理图所示 向下一尊神圣的隐居之地飞去 开明面色严肃地要求苏云讲 应龙哭求救援的故事 苏云讲了十几遍 他似乎还是没有听命 在苏云的故事中 狂妄自大的应龙 遭遇了人魔余境的偷袭 被各种折磨 开明似乎很喜欢听应龙被折磨的故事 应龙逃脱不得 咬紧牙关 扑扑拔下头顶双脚 奋出一缕残存性灵 衣服在双脚上 让双脚逃脱 但人魔余境毕竟狡猾 察觉到他试图向开明哥哥等人求援 一剑将其中一根脚斩断 其他魔神纷纷出手阻拦 幸好应龙服大命大 双脚逃脱 苏云又会声会色 讲述应龙的残灵 衣服在双脚上找到他 哭求他帮忙 请开明哥哥等一众老哥哥 救他一条小命 开明没开眼笑 却故作矜持 道 傻龙总笑话 我是看天门的 没想到他口是心非 这么佩服我 这个故事开明百听不厌 苏云却讲得口干舌燥 推托自己要祭练仙宫祭坛 不愿再讲 祭练宝物 我帮你啊 开明笑眯眯道 我乃开明晶晶 帮你提升灵兵灵气的威能 不在话下 苏云心中微动 若是神奇能帮忙练宝 那么多讲两遍 也是没什么的 他取出仙宫祭坛 道 这套宝物是新练制的 还没有祭练 开明取过仔细查看 欧野武送来的祭坛 规格比较秀真 不像北缅长城脚下的 仙宫祭坛那样庞大 仙宫祭坛前面 是一座祭坛 祭坛后方是仙宫 仙宫内部还有其他布置 可以调动天地元气 壮大祭祀的威力 苏云和盈盈重新设计的 便没有这么复杂 去掉了仙宫 只保留祭坛 开明轻轻催动 只见每一座祭坛祭起 也有齿余方圆 催动起来 会再度向外分裂膨胀 最终达到三丈方圆 这才会止住 这照顾了苏云的修为 他的元气修为 相对来说很是浑厚 但催动祭坛 催发先路威力 对法力的要求 远超他二斤的修为 所以祭坛规模比较小 开明细细查看 只见欧野武送来的祭坛 尽管构造复杂 但依旧是一片白板 需要苏云在各个区块处 烙印上各种符文印记 符文印记就极为复杂了 需要格物96神魔 观想出他们的身姿 压缩成平面形态 化作符文 倒是精巧 开明赞叹 道 可惜质地差了点 苏云为了炼制 能够催动先路的祭坛 自然是不计成本 但对于开明这等 精精之神来说 质地的确不怎么样 开明周身便放光芒 将那四座祭坛 重新炼了一遍 道 你在我炼宝时 也趁机观想祭练 将你性灵化作刚硬 直接打入祭坛之中 胜过你平时祭练百倍 苏云又惊又喜 急忙观想96神魔神通 将96神魔神通话 做一个个符文印记 相继烙印在四座祭坛之上 开明则重炼祭坛 让他的烙印越来越深 另一边 苏云则反复观想 不断加深烙印 让自己对祭坛的掌控 也越来越强 原本他需要夜以祭日 不断祭练 才能做到收发犹新 而现在有开明的帮忙 一日遍敌几十天的苦修苦练 而且 随着开明的祭练 四座祭坛的质地 也越来越强 仅仅一天时间 苏云便将四座祭坛的烙印 提升到自己 所能提升的极限 祭坛的力量 还可以继续提升 但他却不能继续加深烙印 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苏云收了祭坛 不动声色地 把一面镜子递过去 这是求水镜 赠给他的浮生镜 可以通过镜中的灵界 来到月亮上 只是不能走出镜面 开明帮他炼制浮生镜 过了不久 浮生镜练完 苏云随手 又把木头盒子递过去 开明不已有他 继续炼制 木头盒子 毕竟是通天阁的蜜月 炼制起来极为复杂 好在开明 只是以自身的金金神光 提升盒子的质地 倒也不算太麻烦 待到木头盒子 变得金光灿灿 苏云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来 随手又把沉暮天空塞过去 开明眨眨眼睛 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沉暮天空乃是楼班的 大圣灵兵 复杂无比 里面每一粒沉沙 都极尽细微之能 沉沙表面烙印符文 可以构建万物 化作一切灵兵灵器 甚至神魔 饶氏开明是神圣 加固磁宝 也让他只觉吃力万分 值得把其他八个自己也放出来 一起炼制 隐隐过来 苏云换来小书怪 目光炯炯地盯着 正在炼制沉暮天空的开明 只待他炼好沉暮天空 便把隐隐也塞过去 还有这小木楼 天凤 对了 我灵界中还有神仙索 神王全杖 倘若都练一练 开明练完沉暮天空 被累得头晕眼花 瞥见苏云把盈盈这小丫头推过来 急忙抬手道 且住 苏云和盈盈眼巴巴地看着他 开明顿了顿 我虽然很想听傻龙吃扁的故事 但你也不能把我当成牲口使唤 容我歇一歇 苏云和盈盈只好等待他恢复 期间 开明又听了几遍故事 这才一鼓作气 帮苏云把盈盈 天凤和木楼都练了一边 盈盈是疏妖 天凤则是凤凰血脉的后裔 经过金光洗礼 不至于改变肉身构造 但是实力却提升良多 盈盈的衣裙镶了金边 天凤的羽毛和利爪也多出了金边 待到苏云取出神仙索 神王权杖等务时 开明摆了摆手 正则道 我岂能利用他人的伤痛来取了 我已经脱离这种低级趣味 不爱听这个故事了 苏云惋惜不已 心道 好在还有下一尊神圣 天凤终于飞灵指戈骏 根据罗婉依提供的神魔分布图 盘踞在这里的神圣是麒麟 待到天凤降临 只见指戈骏的山林间处处之蓝 其真一草像是路边的野花野草 随地生长 有些灵药甚至百年一遇 在这里却遍地都是 麒麟住在指戈骏的山剑旁 苏云等人来到这里时 只见瀑布流泉 青草莺莺 鸟语花香 一些衣着暴露的色母人少女 头顶带着花冠 依偎在麒麟的旁边 为这尊神圣吃葡萄 麒麟很是享受 对苏云等人的到来不闻不问 苏云苦口婆心 将人魔于静猎杀神魔 准备打开一条通达仙界道路的说了几遍 劝他联手对卡昂于静 麒麟也是闻思不动 于静 人魔而已 就算能霍乱天下众生 也乱不了我的道心 麒麟道 心灵不纯洁的人 根本无法接近我分毫 你看 你便无法接近我 只有少女才能接近我 苏云迟疑一下 只好祭出自己编造的 应龙兽难记 麒麟眉开眼笑 把少女们丢到一旁 跟着他一起离开 苏云有些无奈 心道 开明如此 麒麟也是如此 麒麟老哥 你会练气吗 盈盈仰起头 目光纯洁 我可以让苏世子 把应龙兽难记多讲几遍 麒麟一找脱塞 笑眯眯地看着他 不知不觉间 又是十多天过去 苏云寻到了七尊神圣 这七位神圣分别是开明 麒麟 兵仪 萧明 熏池 邹吾 和强梁 带来到神魔分布图中 标记的下一个地点时 麒麟开明等神圣 不由面色凝重起来 神武罗遇到劲敌了 麒麟等人四下查看 居住在这里的神圣 叫做武罗 而这里却不见武罗的身影 只剩下一片战斗过的痕迹 旁边有倒塌的山巒 还插着巨型的灵冰碎片 更为可怕的是 在战场痕迹中央 有一个方圆十多亩的印记 那是一个圆形的纤路的印记 而在印记的正中心 有一个约有一张方圆的古怪符文 苏云站在这个符文旁 观察片刻 突然催动真圆 观想出神圣武罗的身姿 他伸手一压 武罗的身影变得扁平 与地面上的印记一模一样 武罗的实力 不比我逊色 神圣熏耻打量四周 不解到 他好像没有多少反抗 便被人镇压成蝶 人魔于尽的实力 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 纤路和武罗印记 都是蝶形 与苏云在印龙那里 见到的九阴玉蝶形态 有些相似 不过印龙 是用几千年时间 消耗九阴的法力 这才能在他修为 大不如从前的时候 将他炼成玉蝶 而武罗则是在 全圣状态时 被生生炼成玉蝶 这说明 于静的实力 恐怕数倍于武罗 即便是印龙 也没有数倍于我们的实力 他们面色愈发凝重 于静若是镇压魔神 那没有什么 但他居然对神圣动手了 麒麟沉声道 老头 这不是你所能参与的事情了 把神魔分布图交给我们 你还是回去做老头吧 苏云取出分布图 道 我可以帮忙 麒麟抢过地理图 腾空而起 何道 人魔于尽乃是狠角色 你帮不上忙 你赶过去 我们还要分心照顾你 朱军 我们走 其他六尊神圣 化作一道道红光 破空而去 苏云皱眉 盈盈也是无奈 道 这些神圣从前都是圣皇才能调动 你不是圣皇 他们自然不会搭理你 不如干掉罗婉一 咱们在大秦做色母人的圣皇 好歹也有个圣皇的名号 苏云摇头 回到天凤宝念中 道 他们未必能斗得过于尽 既然神圣不带着我们 那么我们便自己来 隐隐震动翅膀跟上他 落在他的肩头 不解道 没有神圣帮忙 我们也斗不过于尽 我们的实力太低微了 苏云笑道 神圣不愿意帮忙 那就寻魔神 那些恶棍为了自保 肯定愿意帮忙 我记得 项柳好像就住在附近 隐隐想起 自己被项柳舔的身上都是口水 心里便一阵不舒服 找魔神帮忙 这个主意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第339章 我小柳啊 麒麟尽管将神魔分布图收走 但这些日子以来 苏云早已将神魔分布图记住 天凤飞行了小半日 便来到项柳的藏身地 其实项柳根本没有藏身 而是盘踞在连江郡 征服连江郡城 扫荡了这里的城防军 胁迫着这里的人们 供奉他膜拜他 天凤降落在连江郡城的南城楼上 连江郡之所以叫做连江 是因为这里水系四通八达 三部一河 五部一江 不过此时 连江郡的河水 早已变成了毒液 空气中也弥漫着毒烟 那是项柳的毒液 臣服项柳的灵氏 根本不敢居住在城里 只能在城外 只有盗用膳的时候 才会有灵氏押送车碾 车碾上载满了食物 送往城中心的宫殿 那里 香柳大快朵移 吃饱了便睡 偶尔还会要求灵氏们 供奉几个色慕人少女 苏云站在城楼上 向香柳寝宫处看去 只见连山峻城上空 有巨大的魔神元气 那元气如此浓郁 形成香柳异象 九首龙首人面 长长的脖梗 如同盘山大马 那九颗脑袋 比山还要高 看向四周 有一对灵氏 正在偷偷摸摸入城 像是准备 来猎杀魔神的死士 只是还未接近寝宫 突然只见 其中一个灵氏身躯僵直 后背裂开 从几两谷处 钻出一根长长的蘑菇 其他灵氏亥然 自知中毒 于是服下各种灵药 但下一刻便见一个灵氏 脑袋部的一声裂成两半 又有长长的蘑菇钻了出来 剩下的灵氏便往回跑 一个个飞顿 然而只来得及 跑出三五步 便一个个身躯裂开 或者从脖梗处裂开 或者从几两处裂开 或者开了胸腔 头颅 也有从嘴巴里长出来的 就地长出长长的蘑菇 那些蘑菇越长越高 把这些灵氏的肉身 很快吸干 然后便有些少女手持镰刀 从寝宫中走来 收割鲜嫩的蘑菇 拖到宫中给魔神享用 至于那些灵氏的尸体 香柳是不屑吃的 苏云看了片刻 没有直接前往香柳所居之地 而是布下祭坛 四个祭坛腾空 都是金灿灿的 随着他调动真元 四座祭坛蒸蒸分裂 方圆三丈有余 祭坛变得无比鲜薄 催动起来更加容易 得心应手 欧野武打造得好 开明炼得好 我记得好 苏云信心十足 取出仙路 引动天地元气 就此将仙路催动 有了四大祭坛灵气 苏云做法催动仙路 速度比从前快了许多倍 元气调度也不像从前那样窘迫 天空中顿时风云际会 越来越黑 狂风卷着黑云 将天空遮挡 咔嚓 接着一阵在云层漩涡中 劈来劈去 云层漩涡之中 另一个世界被打开 一根巨大的指头 缓缓从云层穿过 点在香柳元气 形成的魔神异象之上 那团香柳元气 扑得一声烟灭 下方的寝宫轰然坍塌 像是被无形的重物压垮一般 天空中 那另一个世界的指头 已经降临了两个指节 苏云面色战红 感觉到自己的法力达到极限 当机立断停止召唤 高声道 香柳 两节指头悬在连山峻城上空 垂悬不下 也不收回 那是姓林的指头 恐怖的灵力 压迫得所有人 眼前一片漆黑 肠胃翻江倒海 小柳在此 寝宫废墟炸开 香柳身子笼罩着一个个色目少女 免得他们被砸死在寝宫下 慌忙四下看去 叫道 哪个前辈呼唤小柳 是你小子 香柳九颗脑袋顿时面色不善 飞速游来 叫道 老头 莫非你要出尔反尔 好 今日便拿你打牙 他突然看到天空中悬而不下的指头 立刻换了九副脸色 眉开眼笑 九颗大脑袋从下往上仰望 陪笑道 今日便给老头好好打打牙记 来啊 把新收割的蘑菇抬上来 咦 这不是盈盈姐吗 盈盈姐 我小柳啊 盈盈姐今天真精神 裙子真好看 还向了金边 苏云鹤道 向柳 人魔于尽此刻正在猎杀神魔 打算献祭神魔的天地元气 催动仙路 打开仙界通道 为了保护你和其他魔神 我需要召集你们 一起对抗于尽 香柳大意凛然道 好啊 我这边与老头一起去寻其他神魔 他其他脑袋转过来 对那些少女道 我出去陪老头几日 你们且在这里等我回来 不要跟其他男人跑了 切记 切记 盈盈恶然 巧声道 苏世子 神圣这么难说话 好说歹说才劝弄七个 为何这四一说便答应了 莫不是要害我们 苏云也将信将疑 向柳化做一个一手巴逼的少年 和颜悦色地解释道 那根指头悬在我脑门上 你说 应龙死了 我都信 苏云取出两根应龙之脚 道 应龙老哥他 香柳欣喜若狂 声音发抖道 暴毙了 苏云摇头 他请我拿着他的脚作为信物 请神魔联手对抗于尽 于尽要打通仙界通道 须得献祭九十六神魔 这九十六神魔正对应着天门上的九十六烙印 香柳你也在其中 香柳心头一凸 道 你若是早些取出应龙的双脚 便不必用那根指头吓唬我了 应龙的话 在我们魔神之中 还是有些分量的 苏云 吟吟惊讶 天凤也疑惑地裹了一声 应龙在麒麟 开明等神圣面前 当真是声名狼藉 用应龙之脚 去请这些神圣 根本请不动 没想到在香柳等魔神面前 反倒简单得很 谁没有被他打过 谁没有被他打怕 香柳心心道 你取出应龙的双脚 谁都会给应龙一个面子 应龙拿出这两根矫情我们 是我们的脸面 传出去 大家都觉得很有面子 你召唤这根指头吓唬魔神 碰到脾气硬的 比如 陶雾这样的死心眼 便肯定要与你碰一碰 你就算弄死他 他也会咬死你 苏云肃然 承知道 多谢柳哥指点 叫我们小柳便是 香柳八条手臂上 各自长出一颗脑袋 一口同声道 苏云收起仙鹿和祭坛 天空中的手指缓缓散去 少年向柳 立刻捏着苏云的脖子 把他拎了起来 穷凶极恶 喝道 叫柳哥 苏云连忙道 我本来便要叫你柳哥的 是你自己说 让我叫你小柳 香柳将他放下 面色不快道 刚才你有指头 我当然是小柳 现在你没了指头 我便是柳哥 你小子须得给我应有的尊重 隐隐谨慎盛地盯着他 对这个魔神还有怀疑 少年向柳散去其他脑袋 与苏云一起登上天凤宝年 大马金刀的落座 大咧咧道 小书怪给香柳大爷捏肩 隐隐心中愤愤 迫不得以上前 给他捏肩 少年香柳很是受用 向对面的苏云道 我前不久碰到滔铁 在双丘郡吃人 还要吃我 这丝多半没有走远 我们去那里看看 苏云乘势 让天凤飞往双丘郡 带来到双丘郡 却见滔铁已经在双丘郡建国 率领军队攻打穷齐国 对面的穷齐国 赫然是另一尊魔神穷齐建立的国家 两尊魔神各自捅兵打仗 两尊魔神厮杀 大打出手 杀得天崩地裂 血流成河 少年向柳上前 高声道 两位助手 应龙请咱们帮忙 滔铁和穷齐正在决力 僵持南下 文言各自退后一步 转过头来叫道 应龙请我 向柳小儿 你可有信物 苏云取出鹰龙双脚 那两尊魔神便不再厮杀 各自鸣精收兵 向布下道 我与对面的笨货走后 你们趁夜偷袭 拿下敌国 把敌国百姓都捉起来 供我想用 那饕贴化作羊角大头童子 两条眼帘如同斜斜的柳叶 又扁又长 眼睛藏在眼帘后 凶恶贪婪 穷齐则长得像那三十年 没有洗头的童子 嘴巴长到后脑勺 背后长着翅膀 背着手踢着步走来 到了天凤饱碾中 穷齐蹭的一声 跳到桌子上坐着 饕贴则坐在他对面 两个魔神大眼瞪小眼 苏云咳嗽一声 说明原委 饕贴和穷齐并不说话 香流小心翼翼道 我知道奎龙住在海滨的平波郡 咱们去那里寻他 苏云一言 让天凤赶往平波郡 奎龙已经不见踪影 只留下战斗痕迹 苏云站在战斗痕迹的中央 心中一沉 那是鲜鹿留下的痕迹 奎龙背情被仙鹿镇压 化作了奎龙御蝶 汉拔与肥夷一向形影不离 他们俩结伴 肯定不惧人魔于尽 饕贴和穷齐也看出态势严重 道 我们去寻他们 他们在火伯郡 天凤飞往火伯郡 一路上天凤头顶魔器滔天 争鸣恐怖 所过之处 神魔屁翼 当真是威风八面 他们来到火伯郡 远远遍见火伯郡的火海 已经熄灭 岩浆凝固 平整无比的岩浆海中央 是仙鹿留下的印记 中心则是汉拔与肥夷的符文印记 苏云站在巨大的印记中央 抬头仰望 这两尊魔神都没有逃脱 悉数被人魔于尽镇镇压收走 到底有多少神魔落在于尽之手了 他低声道 就在这时 苏云的面前 飘过一缕红肠 将他的视野染得心红 梧桐 他心头微震 第340章 凤妻梧桐 苏云急忙四下看去 并未看到梧桐的踪迹 但是眼前那红肠 却切切实实地阻挡他的视线 他干扰我的道心 苏云心中暗道 他应该就在不远 梧桐在附近的话 那么人魔于尽 应该也在附近 他静下心来 梧桐这样做 太危险了 红肠像是在随风摆动 不过这里是苏云的灵界 不可能有风 红肠远去 一条修长光滑的腿 出现在苏云的视野中 由近而远 苏云哼了一声 我跟随于青罗修行了十多日的旧圣觉学 早已今非昔比 他的道心猛地动摇一下 这是一声轻笑传来 苏师弟似乎心有不甘 可惜 你道心有缺 梧桐映入他的眼帘 迈不向他走来 红肠在他眼前飘动 像是被大风吹得 不断拂过他的脸庞 苏云不断伸手拨开遮挡视野的红肠 带到眼前红肠散去 只见自己站在梧桐的掌心 不知是梧桐变大了无数倍 还是自己缩小了无数倍 只能看到梧桐在拱着身子打量他 梧桐捧着他 四周星红的天地在旋转 像是他们才是天地的中心 那天地 像是已经被梧桐的红肠染红 梧桐 我明白 你为何追随于静 苏云大声道 于静可以助你提升修为实力 可以造成大乱 甚至可以毁灭一切 但是 这并不是你 我所知道的人魔梧桐 不会干预苏师 不会主动制造灾难 他只是超然事外 默默看着人们入魔 你真的了解我吗 梧桐捧着他 对着他轻轻吹了一口气 气土之澜 苏云看到自己 在旋转中膨胀起来 而梧桐却越来越小 这女子不知何时 来到他的掌心 围绕着他一根手指舞蹈 姿态妖娆动人 看着他的舞姿 苏云的身躯不受控制 越来越大 似乎随时可能仗得爆开 你并不了解我 并不了解人魔 你所以为的我 都只是你自己的想象 梧桐轻抚他的手指 侧头向他看来 苏云眼前一阵白光闪过 轰的一声炸开 带到白光散去 他看到无数个自己 在天空中飞行 向同一个方向飞去 而在遥远的地方 梧桐站在星空之中 向他们展开双臂 于静想要做的 是一个无人能够做到的成就 是无上的伟业 可以负责后视无数人 苏云第一个飞到梧桐身前 投入到他的怀抱中 突然间手舞足蹈 向无边的红色跌落 他坠落在红色的衣裳上 软绵绵的 这时 身边滚来一个少女 与他躺在一起 仰头看着星空 梦一般说道 他要做的是 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让所有人都可以到达的世界 他准备 那少女突然抱着 他在红肠上翻滚 两人向星空中滚落 带到强烈的坠落感传来 苏云猛地坐起 却发现扛着锄头 锄头上挂着饭盒 顶着炎炎烈日 正从农田归来 前方是草炉 一个红衣妇人 怀中抱着孩子迎上他 苏云低头向妇人怀中的鹰孩看去 却见鹰孩是自己的面孔 他的耳边又响起梧桐的声音 他准备献祭九十六神魔 将整个世界搬运到仙界中去 让所有人都可以成仙 苏云眨眨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梧桐的怀中 自己变成了那个鹰孩 梧桐闭上眼睛 向他亲吻 他的违愿 我怎么会不支持呢 那么 苏云催动气血 鼓荡离珠 一粒明珠从天渊九重中冉染升起 光芒明亮 出现在他的脑后 梧桐露出惊讶之色 眼前景象斗变 他看到自己手中的孩子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仿车的飞缩 自己正在仿车前仿步 他的手掌不再柔软白皙 反而很是粗糙 苏云醉醺醺的走来 掀起锅盖 发现锅中空空 不由暴怒 提起棍子便打 你为何又要来找我 梧桐吓得闭上眼睛 急忙仰手便挡 然而却挡了个空 待他睁开眼睛 只见自己正在推开阁楼的窗户 支撑窗帘的竹竿却掉了下去 砸在经过的一位官人头上 那官人手持折扇 仰头往阁楼上看 却是苏云的面孔 笑道 小娘子 你来找我 不正是因为你对于静 也没有那么信任吗 梧桐冷笑一声 下方的苏大官人脸色骇然 下一刻便见烛光昏暗 苏云躺在病榻上 气弱油丝 梧桐端着药碗为他吃药 咬着牙 笑吟吟道 我之所以不信任他 是因为我察觉到他的真正来历 他是劫灰神王 我不吃 我怕是活不长了 我兄长应龙会为我报仇 苏云说到这里 突然清醒过来 再度催动梨珠 天地斗变 将梧桐的幻境破去 梧桐咯咯笑个不停 漫天红肠飞速退去 至于你的兄长应龙 已经变成了龙幅御蝶了 苏云急忙道 你是怎么知道 于静是劫灰神王的 最后一抹红肠 从他眼前消失 苏云皱眉 梧桐已经从他的灵界中消失 他吐出一口浊气 对人魔梧桐的神通 还是没怎么看懂 梧桐的神通 像是作用在道心之上的神通 影响甚至渗透 你的精神 从而造成各种幻境 不过梧桐说的 肯定不是无敌放始 难道于静 真的是劫灰神王 苏云正然 突然打了个冷战 低声道 梧桐说 他的目的是将这个世界 送到仙界中去 让所有人都可以成仙 于静所说的人 到底是这个世界的人族 还是劫灰怪 他头皮发麻 如果在于静的心中 整个世界的人 都不算是人呢 如果在他心中 只有劫灰怪 才算是人呢 这就极为恐怖了 而这一点 正是梧桐恐惧的原因 也是他来找我的原因 苏云吐出一口浊气 心中默默道 只是他并不知道 于静心中的人 到底是谁 所以 他想让我来破坏于静的计划 但倘若于静心中的人 并不是劫灰怪呢 他轻轻摇头 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了 刚才梧桐说 映龙老哥 已经变成龙浮玉蝶 这是怎么回事 苏云心中意图 难道是一语成衬 映龙老哥 真的被于静情下了 这么说来 我给开明 麒麟他们讲的故事 倒也没有讲错 他瞥了瞥项柳 饕贴和穷奇 心道 这几尊魔神 是我靠映龙的脸面 拉拢来的 能够拉拢他们 靠的是映龙老哥哥的 凶大鸡足够粗壮 他们实际上是惧怕映龙 所以才会相助 倘若他们知道 映龙老哥 已经变成御蝶的话 万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映龙老哥已经沦陷 苏云打定主意 露出笑容 继续与饕贴相流等魔神 称兄道弟 搜寻其他魔神的下落 尽管很多神魔都 已经被于静寻到 但苏云他们 还是找到不少落网之鱼 如天狗 彭蛇等魔神 他们已经走到国外 来到大厦国 这里便没有了神魔分布图 苏云等人 只能靠气息感应 来寻找魔神下落 这段时间 苏云寻到九位魔神 只见到了十一月份 大厦四处飘雪 雪势越来越大 团团簇簇 飘飘扬扬 如此大雪 必有大灾 大灾之后必有大意 苏云身后 温神飞头顶长着一根牛角 脸上只有一只眼睛 用力嗅着空气中的魔气 道 好重的劫灰味 苏云心头微震 他也嗅到了劫灰气味 那是腐败的天地元气的气味 大厦也是稀土的大国 有实力压制 劫灰城动乱 劫灰气味不可能这么浓烈 肯定另有原因 难道真如梧桐猜测的那样 在于静心中 人未必是人 苏云目光闪烁 上个世界肯定不存在了 上个世界的人 也无法在新世界存活 但若是于静的目的 是想把所有人都化作劫灰怪呢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天空变得明亮起来 飘飘洋洋的大雪 顿时变成雨水 稀稀利利地从天而降 天凤在雨中震翅飞行 只见一团太阳从他身边飞过 那太阳不大 只有几百丈方圆 其中藏有一尊魔神 拖动太阳飞行 融化大雪 苏云急忙高声道 金乌哥 那轮太阳停顿在空中 天凤连忙跟上 金乌魔神看清苏云 我说 为何这里狼烟滚滚 乌烟瘴气 原来是老头 还有我吗 少年香柳推开窗户 嘿嘿笑道 乌烟瘴气的是我 我放的毒烟 还有我吗 饕贴 穷奇等魔神探出乱糟糟的脑袋 挤满了窗户 纷纷笑道 金乌吓了一跳 他虽是魔神 但是与饕贴等魔神 却不是一路 他是被圣皇一降伏 不再作乱 我不能久留 麒麟传讯给我 说是 寻到人魔余境 要我前去助权 金乌飞速道 我先走一步 说罢 化作一道红光 远对而去 麒麟开明等神圣 与人魔余境决战了 苏云急忙催促道 天凤 全力追赶金乌 天凤侧头 疑惑道 果 小楼中 九位魔神各自催动天地元气 涌入天凤体内 只见天凤飞速变黑 身躯膨胀 羽翼疯长 猛然间化作一只黑凤 羽翼越来越广 阵翅间破空而去 苏云和盈盈 看得瞠目结舌 我如果告诉李竹仙 这只黑凤便是他家的天凤 不知道他信不信